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 可爱的中国 欢迎收看与你的细节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 是由中国自己的神创造的 这些神大多是在殷商之后 两千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诞生的 从三皇五帝到各路神怪 一系列描绘地球最初景象的神话史诗 构成了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历史 当我们试图从物质文明的角度 叙述这片大陆的历史的时候 这些神话传说总是如有随形 不但神是如此 神话传说中的凡人君主也是如此 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裴秀 是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 他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叫做《与共地狱图》 与共是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儒家经典上书中的一篇 脱名大鱼所作 温当时的天下回九个州 覆盖了今天绝大部分中国的疆域 所以九州这个词到今天 也仍然是中国的别称 我们现在叫九州 九州其实不是严格的记录 九州是当时眼看天下 一来也要统一了 所以中国一些总是先天下 只有而又的知识分子 他们就要规划未来统一的蓝图 他们就设想统一以后 那么应该有九州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了当 说这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编的呢 因为这要知道 中国这个社会 你普通人的这种建议 不会受到重视 一定要假托古代一个什么圣人 这个就是重视了 实际上中国历史 从来没有实际存在过九州 那么在另一方面 大鱼时代也不可能 具有这么强的行政能力去管理 对吧 而且也没必要 大鱼的时代是没有青铜的 那时候中原还处于新时期时代 如果我们用科学的理性来感受历史 我们就会看到 殷商之前的东亚大陆上 分布着众多半菜籍 半农耕的部落 星星点点地散播在原始森林 和无边的荒野中 过着不断迁徙的日子 人类生存的三大基础 或者说是三大要素 是物质 也叫材料 然后是能量 然后是信息 对最早的人类来说 这三大要素 就是石器 石器的打造和使用 第二呢 就是火的使用 这就是跟能源有关 第三呢 就是语言的产生 物质 能量 信息 而对于现代文明来说 这三大要素呢 分别表现为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就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 物质的大规模自由 移动 第二次工业革命呢 就是以发电机和电网为标志的 能量的大规模的自由移动 第三次工业革命 就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 信息的大规模自由移动 也就是 还是物质 能量 信息 回顾人类文明史 就是这三种要素 不断以新技术的形态出现 驱使人类文明形态 以加速度的方式 不断改变的一个历史 没有文字 没有道路 距离稍微远一点的部落 沟通起来 就有方言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说掌管九州 就是管理其中任何一个州 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原王朝实际控制范围的缩水 并不意味着整个东亚大陆 中国祖先文明版头的缩小 实际上 无论是这片大陆的北部 西部 还是东部 南部 都活跃着大量 同样是中国祖先的部落 其中很多在文明进程上 是领先于当时的中原王朝的 很多人说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像美索不达米亚 和古希腊那样的城邦社会 其实 殷商时代的中期 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邦社会 仅仅在当时的黄河 长江流域 就存在着上千座 经济独立 军事独立 行政 司法 和外交独立的城邦 而殷商部落 不过是城邦社会中的老大而已 所以 在甲骨文中 殷商把自己叫做大义商 而其他的邦国 就叫做方 这些城邦中的绝大多数 与殷商王室 并不存在管制上的历史关系 所以他们偶尔前往殷 都是去做客 在竹书纪念里的记录中 是来宾 而不是来朝 这是东亚大陆 进入青铜文明时 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 实际上 盘庚带着殷商规模庞大的部落 跨越三百公里迁都 从短期看 还是伤了这个中原大佬的元气的 我们需要在时间线上做一个标志 盘庚迁约大约是在公元前1300年 武丁继位是在公元前1250年 这五十年殷商一直在恢复元气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 到他驾赫西去的时候 殷商王朝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巨量财富 超级帝国 考古学家 从英虚中发现的武丁时代的出土文物 数量巨大 其精湛绝美的程度 让世界惊叹 武丁因此获得了高宗的庙号 要知道 商朝的创始人 成汤的庙号叫太祖 而他三百多年后的子孙 却叫做高宗 是地位很高的祖宗 尽管辈分上有点乱 但可见 当时的人是把武丁 当成了带领殷商王朝 完成第二次创业的领袖 那么问题来了 你换个地方中庄奖 凭什么就发了财呢 凭的是买卖 今天汉语中几乎 所有关于贸易的词汇 都与商这个朝代有关 从事贸易的行业叫商业 进行交易的过程叫商量 商议商谈商洽 卖东西的房间叫商店 商场 做买卖的人叫商人 这可不是什么用词造句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如果你见过这些从殷商都役贩卖到各地的青铜农具 你会惊叹 这几乎于几千年之后 中国农村使用的工具 没什么两样 作为中原文明的领先者示范者 殷商王室掌握着最先进的青铜冶金和铸造技术 拥有最发达的陶制品生产能力 在土壤最优质 地势最安全的区域 拥有最大体量的农耕规模和收益 并且以超大规模部落 终于实现了都城的永久化 这一变化影响到了其他部落 建立永久都役的进程 道路和车辆诞生的先后顺序 又是一个机生弹还是诞生机的问题 传说中西部善于制造车辆的机工室 在成堂与夏节对抗时就带来了车辆 但殷商直到一百年之后的大物时代 才设立了专门的机构 用五年时间制造出了自己的样车 这个车辆制造技术缓慢的传递和研发过程 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支援 如果相连的各个点都在移动 那么它们之间的连接路径自然也是动态的 道路网的形成 在遍布原始森林的中原大陆上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可以行车的道路 不但车辆的生产没有使用场景的支持 超出城邦范围的任何生产交易和消费需求 也都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大量成艺进入农耕和定居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就是道路和信息网络的形成 一旦开启了定居的模式 点对点的连接路径就会变得稳定 诚意之间通商与交往的需要 推动了道路的生成 这些连接所有诚意的道路网络 很像是人类最早的互联网 让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开始变得便捷起来 做中西历史对比的学者 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罗马之前的古希腊文明就相当于州 在古希腊文明之前 他们也有一个文明叫克里特文明 大家公认那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起源 你在地图上看克里特 你发现它离非洲也就是300海里的距离 离亚洲也差不多是同样的距离 当然它离北边的欧洲也是同样一个距离 正是因为它这样一个近乎等距离的 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大岛 使得各州的物质财富 包括信息都在这里汇聚了 所以克里特文明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商业文明 其次就是各种文明的一个交汇 四通八达的路网 让殷商部落商人们的脚步遍及中原 到达了今天的山西 陕西 长江流域 甚至更远的地方 我们从出土文物中 能够看到当初祖先们高度统一的产品规则 不同区域出现的陶器 青铜器器型非常多 甚至连选用的陶泥和大小都是音质 阵州 二里港的几个骨器座房中 发现单个座房竟然只做成半成品 也就是说 在商代就有了划分细致的多级加工市场 这是典型的初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销售的证明 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种遍及东亚大陆的交易 当然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出 在寻子的王志中 描绘了各地商品 实现了远距离贸易之后的景象 大陆北方的马匹和狗 饲养在了中原 南方的珍奇鸟兽皮毛染料也成了中原的财富 东部沿海的硅甲鱼仙和海盐 西部皮革毛支皮都成了中原民众的消费品 贸易带来了一次庞大社会分工的美面化 守着森林的人只需要伐木就能活得很好 守着河湖的人只需要捕鱼也能活得很好 农民不必再去当木教学之后也能有器物食 而工匠和商人不用种田也能有粮食吃 先进的技术和商品四处扩散 代表着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力的阴商部落 把青铜的工具和生活用力卖到了中原各地 也把先进的技术和意识带到了数以千计的独立城邦 但更重要的是 任何更具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创意 都会通过道路信息网络被传播 形成有效的商品竞争 更具新意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被及时汇总到殷商的都城 这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能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商品投入市场 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活跃的信息流 激活了整个大陆的创造活力 给殷商王朝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产品创新和商业竞争优势 我们经常说中原是我们的文明的原点 或者说它是一个中心 它能够将它的能量发散出去 这样形成了一种重心捧月的态势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过来看中原文明 它由中原文明 它最后能够形成像商朝的这样一种 在那个时代的极大场文明 殷商人员交流的范围有多大 考古的发现实在是让人震惊 在殷虚不仅出土了产次新疆的玉石 而且在河南安阳殷虚墓葬中 人类学家杨基梅经过研究 发现了分属不同种系的民族人类头部 其中大多数属古典蒙古人种 其次为海洋类黑人种 其他还有爱斯基墨印第安人种 阿里尼西亚人种和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河南安阳 与四川广汉之间 在殷虚和三星堆 连媚上演了同一时期的青铜大产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精美的器材 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文事上 都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在中原大地遍布独立城邦经济企的殷商中期 任何交易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被殷商王城 它是自然的 自发的 自由的交易 在中国的古籍中 交易行为被准确定义为 以所有 亦所无 以所功 亦所拙 翻译成今天的话 就是用你多出来的东西 去换你没有的东西 用你擅长制作的 去换你做不出来的东西 当中原祖先们定居在了城邦之中以后 这种自然的交易行为经常发生在早上去水井边打水的时候 而水井是定居时代的产 只能产生在金属挖掘工具产生之后 所以 我们也可以说 是青铜的工具造就了经常性商业场景的诞生 一直到现在 城市中活跃的商业阶效 在汉语中依然被叫做市井 自然形成的定居城邦有大有小 处于城邦交通线连接点的交大城邦 会自然形成辐射周边的贸易集市 中国最早的字典 书文节字上说 市就是买卖之所以 这种城邦就叫做有识之意 这是汉语中城市这个词的起源 像全世界的祖先一样 中国中原祖先们最早的交易 都是用东西换东西的食物交易 中国第一部诗歌集叫做诗经 这其实也是一部充满了隐秘细节的历史书 在其中的一首《民间诗歌》中 讲述了一个男孩 为了能跟一个女孩约会 假装抱着自家织好的布 去换人家手里的蚕丝的故事 两个人借着物品交换的掩护 约好了秋天结婚 并且在磕磕绊绊中度过了一生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但我们关心的不是恋爱和婚姻 而是以目异物的历史场景 抱不貌私的故事告诉我们 想让一个女孩高兴 你光跟她换东西肯定是不行的 你还得送她一些首饰 比如钻石的耳钉啊 项链啊或者戒指什么的 古代的祖先跟现在的青年 那也是一样的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民机事 城邦时代的中华文明 是辉煌灿烂的满天星道 实际上无论是这片大陆的北部 西部还是东部南部 都活跃着大量 同样是中国祖先的部落 您将了解 中国的货币为什么被叫做钱 它本来的意思是 古代一种种田用的产资 印上巨大的财富规模 源自何处 青铜器468件 鱼器755件 骨器564件 海背6800多人 那么问题来了 你换个地方种庄稼 凭什么就发了财 凭的是买卖 阴商人员交流的范围有多大 考古的发现实在是让人震惊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6月1日晚8点30 优酷视频全网上线 在中国古代的民间诗歌中 还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女孩 见到了风度翩翩的帅哥 对方一出手 就送了一百串贝壳制作的项链 极剑君子赐我摆棚 要知道啊 海背的产地 距离农耕的中原 相距何止千里 每一串贝壳的项链 都是难得的宝贝 出手就是一百串 说明这个男孩家里很富有 尽管有羡负之嫌 但诗歌中的女孩 紧接着就跟着富二代 去和尚荡起双脚 泛泛扬舟 我心则修了 这首诗歌里 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号 因为刺我摆棚 显然不是把一百串项链 首饰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 如果你要送给女孩一件首饰 那么最好的选择 是挑选一件最美 最特别的饰物 而不是傻乎乎的 送出一百串 毫无特色的项链 实际上 刺我摆棚 是一个富二代 用金钱把一个败军女 砸晕的故事 在殷商时代 串成串的贝壳 是最流行的货币形式 可以用来交换任何商品 这种选择特定的贝壳 作为货币的行为 并非只是古代中国祖先的偏好 在南美的早期印第安部落 大洋洲的土著 和非洲乍得的伯尔努王国 古老的尼尔利亚 都曾经使用过贝壁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东西安布列甸岛屿 直到今天 贝壁依然可以兑换法定货币 遍及东亚大陆的 品类丰富的自由贸易 催生了殷商时代 方便交易的货币的诞生 优美的方便技术 便于携带和剂量的贝壳 逐渐脱离了服饰的属性 成了祖先 当作交易技价媒介的 公认之选 次我摆棚的棚 是指由石煤特定贝壳 串成的一串 叫做一棚 是殷商的一个货币单位 从商贷到西州 它都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式 考古研究发现 在中国中原出土的贝壳 主要是通过古城郊州的 越南北部 以及现在的广州 等地区输入中原的紫背 还背 产自印度洋沿岸的海背 则是通过缅甸经过云南 输入中原的 来自南海和印度洋的贝壁 在殷商时代 东亚大陆上的城邦之间通行 活跃的商贸活动 把整个东亚大陆串联成了一张相互促进 快速升级的文明之王 考古出土贝壁的区域 以殷商都役为中心 东至沿海各地 西大关中 近南及渭水下游 北至华北 东北及蒙古高原 南地江淮流域的苏浙湾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 远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 出土了数千枚贝壁 贝壳类型和穿孔方式 与中原别无二致 要知道一直到商州交替之后的西州 活跃在巴蜀的众多部落 在中原王朝的眼中 是依旧被称作戎敌的对手 绝没有对殷商王室 形成任何隶属关系的可能性 但却是殷商时代 东亚大陆贸易版图 文明发展版图的重要成员 这个宏大的贸易版图 活跃的创新发展版图 比起殷商王室有限的实际控制区 要伟大辉煌得多 对商业成功的追求 和对财富的渴望 塑造了殷商时代祖先们的价值观 在商代祭祀们创造的甲骨文中 几乎所有有关财富金钱贸易的汉子 都是以贝壁的贝子 作为基础组合的 比如财宝 买卖 赏赐 贫贱等等 贫这个字 上面是分 下面是被 它就表达了 当你把钱分掉 就会变穷的意思 而贱这个字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钱很少 就会被人看不起 那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呢 贤 贤这个字在汉语里 是好人的意思 在中国商代的祖先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好人 就是有好多钱的人 尽管听上去有点庸俗 但你不得不承认 他的一针见血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也是一个连中国人自己都忽视和误解的时代 如果你知道后来的中国文化是多么羞于谈情 你简直就不能相信 中国的祖先曾经如此的坎成 可爱 在中国 早期的货币是非常多元的 只要是便于出手 便于携带的商品 都可以充当货币 没有随发行 也没有随制地 这种状态体现了货币最本质的属性 在商朝的后期 标准的青铜 名句 刀句 同样因为价值稳定 便于交易 都成了各类贸易的 技价能进 交易 钱 这个在汉语中言语至今的货币的别名 财富的代称 在中国第一部权威字典 说文解字里 解释说 它本来的意思是 古代一种种田用的产子 殷商时代流行的青铜产子 因为使用价值稳定 价格又具有代表性 也和贝贝一起演变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 在古人对这部字典的注视中说 钱这种农具演化成货币之后 如果你持币代购 它就是泉水的泉 是货物的源泉 如果你把钱花出去 它就是散布的布 留得到处都是 所以汉语中的钱 过去也叫泉 也叫布 布币就是流通的货币 布的这个解释 用的是散布的意思 但其实布本身也是农具 钱是挖土的桥 布是刨土用的锄头 更加精彩的是 这些贝壳也好 农具也好 在商贸实践中竟然从最初的实用商品兼职货币 逐渐取消了使用性 研化成了用青铜铸造的精美的专用铜力 这种被称为不必的货币 盛行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 但起点 这些非常现代的金融概念 都是中国古代祖先智慧的体现 商人的流动 带来了信息的流动和技术的交流 这使得商贷的创新成果形成了之后几百年都无法企及的高峰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进步 汉字的发明和完善 中国服装基本样式的设计 全球最早的金属货币 中国医药学 生物学 地理学 以及天文和立法的起源 这都是殷商时期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活跃的商贸活动促进了定居成毅的发展 成毅的兴建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 实际上 随着生产能力 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就像殷商部落在河丹甲时代 不断在通过与近邻的战争扩大地盘一样 整个中原大陆上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 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转变期 无数小的永久定居点被临近的强势部落兼并 如果按照今天的社会形态类比 就是每个聚落都相当于一个最基础的村落 村落的上面有乡镇 乡镇之上有县城 殷商的情况是没有集市的最小的城义以有势之意为中心 有势之意又以有宗庙的可以举办祭祀的都议为中心 形成了三级城义的结构 要形成一个祭祀的中心 管理的中心 那么人还有呢要有专门的做法 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早期的城市 在殷商的中晚期 东亚大陆大中原概念的办公室 围绕着有宗庙的都议组成的城邦联合体 多达八百互 大面积的自由的市场交易 积极的对外拓展的征战 为殷商时代的这片东亚大陆带来了科技文明的巨大进行 也带来了经济财富的巨大烦恼 作为经济中心 商朝王室的财富规模是惊人的 1976年考古学家挖掘了富豪的墓葬 一次性发掘的隋葬品就有 七冬器468件 玉器755件 古器564件 海背6800多名 你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王室的奢侈 因为同样是王室墓葬 周朝八百年到现在发掘的十五座完好的王室墓葬 一共才出土了三百年 注意 周王朝可并不都是勤俭的君子 八百年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富豪墓反映了殷商社会的付诸成立 是此后八百年历代中原王室 都很难忘记一下 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 殷商文明在高潮来临时有多辉煌 1939年 考古学家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的五官村 出土了一件起今为止最能体现 殷商青铜文明制高点的大型青铜器 它的名字叫做 商厚蒙物 这座顶高1.33米 重832.84公斤 是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体量最大 最重的青铜器 顶身四周的盘龙纹 抛贴纹度非常轻强 但最为惊人的是 它的气身与四周 这么大的体量和重量 竟然是一次性整体铸造 这件事有多难 首先 作为青铜合金作品 厚姆屋顶的含铜量为84.77% 含锡量为11.64% 含铅量为2.79% 这一合金比例 在熔点硬度抵抗秀施等方面的把握度高度成熟 四百年后 依然是战国时期成熟的烤工计 合金配比的标准答案 考古发现殷商同时期的钢锅 每支每次大约能熔炼青铜12公斤 一次性胶筑800多公斤青铜熔炉 需要超过80个钢锅 同时升温到1200公斤 而且每支钢锅 三种合金比例都是均衡一致 这就至少需要300名工匠 在超高温的环境下同步协作 这就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事情 它更体现了分工的细致组织的严密 但是更惊人的消息是 后来在安阳出土的模具证里 商王自己使用的酒顶 比后母屋的这支顶还要大得多 可见商朝晚期青铜工厂的规模相当大 工艺水平非常高 从科学技术 设计艺术 沟通协同 精确管理等各个方面 都体现了中原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抵立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民机事 城邦时代的中华文明是辉煌灿烂的满天星斗 实际上无论是这片大陆的北部 西部还是东部南部 都活跃着大量同样是中国组片的部落 您将了解中国的货币为什么被叫做钱 它本来的意思是古代一种种田用的产子 银商巨大的财富规模源自何处 青铜器468件 鱼器755件 骨器564件 海背6800多 那么问题来了 你换个地方种庄稼 凭什么就发了财 凭的是买卖 银商人员交流的范围有多大 考古的发现实在是让人震惊 优酷视频河南卫视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阴密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6月1日晚8点30 优酷视频全网上线 商朝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 不光是表现在超大 超重器物的极限挑战上 也表现在铜背 这种超小型铸造 对天然海背唯妙唯肖的模仿上 最终抽象成的精美的水滴状造型 令人爱不释手 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壁 是西亚古国吕迪亚 于公元前640年 铸造的虎泊金银壁 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中期 所以如果说成串的海背农具 还是以其实用性为基础 充当着货币的话 那么出现于商朝的中外期 作为纯粹交易媒介的同辈 就是目前已知的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壁 可惜啊 以往的历史叙述 总是把后目目顶的辉煌 与殷商社会的愚昧残暴分别看待 就好像物质的文明和全社会的创造率 与暗黑的环境可以并行不被迷亚 这不仅是对殷商时代的不公平 也是对历史规律的无视 殷商时期宏大的贸易版图 推动了东亚文明的跃升 其发达的商业意识 已经深深陷入了中国的文化之中 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商和易商相互交替的历史 是开放的自由竞争与道德掩护下的 亡史利益相互博弈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 殷商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对今天的我们了解历史 对今天的世界了解中国 都是不可或缺的 殷商中后期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的博物馆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殷商时代 用青铜制作的锂器 所谓锂器 就是在公开的正式的厂合 比如祭祀的厂合 宴会和待客的厂合 摆放和使用的器物 它的器型是如此的多样 贬雅和浪漫 你总能感觉到 它的那种兴奋的活力 那种非常克制的冲动 那种随意的惊喜 你在这些精美的作品上 甚至可以看到那些无名的祖先 在制作它的时候的表情 尽管这些器物全都是王室和贵族的所有物 但它们无一不是大师级工匠的绝命创作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财富爆发的高峰 但是你知道 经济永远是在塑造着社会形态的 不管你愿意 阴商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无数的第一次 并且用无数隐秘的细节 演示了人类社会如何做出了曾经的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延续 它造成了后世几千年的历史走进 但今天的时间 如果您想知道 中原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巨大财富 如何改变了祖先的生活 咱们下期再见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 下一集即将为您解释 中国从何时起开始 分封诸侯 这些城邦是不同部落 用自己的历史营造的独立经济体 满天星斗的众多经济体 从何时起开启了 用战争兼并城邦的发展模式 何丹甲不说话 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翻篇了 您将了解中原王室从何时 有了最早的税收概念 单纯的分封还可能只是统治驾驭的权术 分封加上了朝贡 这就是下属公司需要上缴利润的经济关系的创新了 殷商王位为什么从胸中地脊变成了父子相传 为什么殷商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青铜器 都是在武经时代突然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呢 优酷视频河南卫视实力文化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看可爱的中国 优酷视频6月8日晚8点30全网上线 优酷视频6月8日 小声简落无人追 莫要无奈重徘徊 更近孤孤空流回 月子迷离人憔悴 恩怨愿重难者 此相似金锁 欲数心欲乱 时空梦难却 虚实春消红 几度纷扰愁 独坐千莫月 暗然花卓游 恩怨愿重难者 此相似金锁 艺术性娱乐 却空门难却